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喜欢旅游的朋友们有福了 泰国政府又延长它的免签证费时间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聊过 从2018年11月15号开始 泰国政府给出了两个多月的免落地签证费的时间 结果后来泰国政府统计 在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之内 泰国旅游人数破纪录的达到了358万人 暴涨83% 泰国政府自己都算账 说虽然我们免收这个陆地签证费 少收了几十亿泰铢的签证费 可是我们的旅游业成长 我们多收入了超过1000亿泰铢 大家知道吗 对于泰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讲 旅游业绝对是它的支柱产业 对经济成长的贡献 每年都超过20%以上 而且虽然泰国政府说 它是给周边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免落地签证费 可是明远人谁都知道 这主要的利好是针对中国老百姓的 因为毕竟对于泰国来说 中国人去泰国旅游的人数是最多的 2018年都已经超过1000万人次了 所以当然要延长这个免费期 从1月份已经延到4月30号了 前不久又传来消息 从4月30号延长到10月31日 泰国政府说了 每年4月到10月这半年 基本上算是泰国的旅游淡季 因为毕竟这段时间 全球其他地方也都很温暖 泰国这个温暖的优势体现不出来 所以人家要在这段时间免签证费 尽量多的再拉中国游客 咱们这么讲吧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游客来讲 这笔签证费也不算小钱 泰国政府的规定是 以往落地签的客人 每人要给泰国政府交2000泰铢的签证费 400多人民币 可是我们也知道 今天在中国很多城市 到泰国搞个三日游 五日游 七日游 团费便宜的只有两三千三四千 也就是说 免掉的这个签证费 占团费的10%到15% 真的不是一笔小钱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愿意到泰国旅游 热带气候 抑郁风情 自然是很重要的原因 可更重要的原因是 很多人算账之后发现 到泰国旅游 比到国内很多其他城市旅游 要便宜 感受还要好 而且泰国方面也不断做出调整 不光要免费 还要用更好的基础设施 来迎接中国游客 泰国政府的相关官员 就几次三番出来说 要做好对中国游客的服务 今天 很多中国人是有钱了 很多中国人是愿意到处旅游的 每年 我们有十分之一的人口 1.4亿到1.5亿人次 要出境旅游 所以我们周边的很多国家 泰国也好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也都在争取我们的游客 看到人家这么热心的争取 我们真得想 我们国内的很多旅游城市 也真得加把劲了 不能让这个钱 都让外国人争取了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